俄罗斯向中国传递重要信号,美国措手不及,美美,把禁令当空气。 中国在航天领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,因为,在中国航天领域崛起之前,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,以及对那些想帮助我们的国家进行制裁。 能有今天的成就,真的很感谢中国千千万万个航天人在背后付出的一切。 如果当初能有人相助,那么中国在航天领域至少进步十年。 咱们就拿曾经轰动世界的国际空间站来说吧,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组建国际空间站项目时,唯独将中国排挤在外, 这其中有十几个国家参与,其中还包含好几个小国家,当时中国不论是从哪个方面,都有资格加入国际空间站项目,但是因为美国的一张反对票,导致后面很多国家都不敢违抗。 就这样,中国被无情地排除了在这个项目之外。 当时美国为了阻挠中国学到任何关于空间站的技术,特意向美国宇航局下了一道禁令,提到不管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寻求和美国宇航局合作,都不允许答应,一律拒绝。 十年前,也许这道禁令对很多国家还会形成一种威慑,会害怕美国而不敢与中国合作,但是现如今,这道禁令就如用一张白纸。 随住中国的强大,这些敢于和中国合作的国家,不再忌惮美国会怎么样。 因为从美国那里失去的,中国会给的更多。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称,国际空间站预计会在2024年退役,而中国的空间站预计会在2020年投入使用,等到国际空间站完全坠后,中国的空间站将会成为世界上唯一可用的空间站。 然而,这个已经是很多国家都公认的事实,很多国家甚至纷纷放弃和美国的国际空间站继续合作计划,转而向中国寻求合作机会。 愤懵不平的美国媒体称,中国之前没有任何空间站的技术基础,如今不声不响都快完工了,这其中肯定有人暗中相助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,暗中相助又如何,美国知道了又如何。 据英国杂志周刊表示,目前,欧洲宇航局已经派遣多名太空人前往中国学习汉语,他们猜测,这或将是为了今后加入中国空间站在里面进行研究时方便交流。 该杂志还指出,相比调欧洲宇航局的热情,俄罗斯宇航局就更会献殷勤了,文章指出,俄罗斯宇航局日前向中国发出邀请,希望中国可以参观国际空间站,并且可以进行相关实验研究。 英国军事专家指出,俄罗斯之所以敢顶住美国的禁令,邀请中国进入国际空间站,就足以说明,这道禁令在俄罗斯面前已经成了一张废纸。 为此,美国白宫指责俄罗斯不按规矩办事。 俄罗斯发言人则表示,美国真的是管得有点宽,美国的禁令只不过是对美国自己的宇航局管用而已,无法限制别的国家。 而且俄罗斯表示,邀请中国进入的是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,和美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,俄表示美国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人。 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,有十几个国家共同完成,因此,每个参与国都有自己的国家舱段,而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中占主要角色,所以,俄共拥有空间站的三个舱段。 俄罗斯表示,这三个舱段将会全部向中国开放,请中国放心参观学习。 当然我们也知道,俄罗斯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,此次愿意顶住美国巨大压力向中国递出橄榄枝,也是想寻求中国空间站项目的合作计划。 面对俄罗斯向中国提出航天计划的帮助,美国明确表态,称俄若执意如此,后果自负。 俄罗斯表示,如果美非要来应的,那么俄罗斯也不会害怕,来什么接什么,或将会取消对美国出口RD-180火箭发动机,转而向中国出售。 并且俄罗斯还表示,未来会将格洛纳斯并入北斗,以取代美GPS的全球优势。 美国媒体表示,俄罗斯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把美国禁令当空气。 俄罗斯专家对此表示,美国禁令还是留住自己用吧,对俄罗斯就如同一张白纸,无效。